YOW,我是 YT 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Alphamax Gruduraman Diner 沒錯,開箱就是這一個 上年推出的一款Alphamax Victor 就是這個Ultraman Diner 為何會上年所發售的商品 今時今日試開呢 由於呢 應該正如說 我這一盒應該正常 今年的年頭我應該是拍了 不過因為來貨 再加上這盒出的時候 開箱的時間不太適合 所以一直移動一直移動 不移動到今時今日才開 但奇怪了 為何隔了這麼久 無故要開這盒 因為這個Ultraman Diner 這隻Alphamax的模型 應該是說這個廠的Alphamax 在接下來的動漫節 就會出這個Alphamax的超人 Gainga Ultraman Kaya 所以我今集跟大家開這個Gainga之前 跟大家開同一個系列的作品 就是它的前作 即是Gainga的前作 這個Alphamax的超人 第二 大家如果有看我 早兩年開的這個 超人迪家的Alphamax 大家都知道 一個比這個關節可動的模型 但它是用皮全身包含的可動模型 如果大家有看我迪家的影片 Alphamax的迪家的先行開箱 都知道它的造工有多美 所以今集就到這個超人迪拿 遲遲都未開箱 到今時今日才開箱的一隻 雖然遲了 但也比沒有開箱的好 都想補回 給一些喜歡超人牌的朋友 或者喜歡特色的朋友 這隻Figga究竟有多美 好了 不說了 都沒什麼事了 立即開箱 好了 開箱之後 開箱 先給大家看看 今次我會連這個風底給大家看看 容易介紹 今次這盒跟上次迪家一樣 有兩層 當然 這個Figga的本體 超人迪拿 再加上變身器 還有一些手形 我開尾給大家看看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有多特別呢 這套是今次的超人迪拿 的Effect Pass 讓大家看看這個圖的位置 究竟這次的Effect Pass 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第一 會有這個 超人迪拿出 必殺死光的 超人死光的Effect Pass 另外 就是有這個 迪拿開護盾的Effect Pass 還有這個超人迪拿出 迴旋飛刀的Effect Pass Laser飛鏢的Effect Pass 有三個Laser Pass 另外也有一個台座 轉頭打開台座給大家看看 有什麼特別呢 另外有這本的說明書 這本說明書 打開就會介紹這款超人迪拿的玩法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其實這次超人迪拿跟上次的做法一樣 它的頭部位置 都是會安裝三顆的不扭型電 小顆的扭型電 配置到頭部 給它待會兒做的變身器 亮燈的感應 同上次超人迪拿的做法一樣 都是拿來變身器 貼上胸口燈的位置 令到胸口燈的Color Timer 還有眼睛做一個亮燈的情況 大家猜的亮燈的不顯示 好 跟大家開開 給大家看看背景是怎樣的 這集我現在就在新港中心 這間叫做遠貼道站的一間Cafe 以這個鐵路為主題的Cafe 這個環境很舒適 而且位置很寬敞 就是我現在收藏的這個 不海道牛油香鮮大籽及蘆筍 是很貴大粒的 其實基本上它的便當裏包了甚麼 好 先拿一隻迪拿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次超人迪拿 我自己就看看它的身形比例 其實都挺接近電視 TV 版 超人迪拿的那個身形比例 其實最棒的地方是甚麼 它整個模型 這些皮革都是很多可動位 而且這個皮革其實是一些 其實這隻皮革沒有那麼容易 硬化 或者這隻皮革的擺放程度都高 我對上的超人迪拿了差不多三年 有三年了 我沒有記錯 它那個皮革仍然保持沒有特別的蓋化 硬化的跡象 其實是挺好的 那個造工的皮革 不是甚麼特別人造皮革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爛 這些位置也是一些 較為硬色的膠 即使是軟膠 它也不是弄得整個皮革黏黏的那種軟膠 所以按下去其實是挺有質感的 身形比例方面 很跟足原著的身體比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身體比例是挺好的 而且也挺近似演員 它的瘦削感 其實Deya 它這個複合形態較為瘦削 這個所謂的閃耀形態 即這個是Fresh Time 這個形態較為 身形比例是瘦削了少少 所以這次這隻是跟足原著的 還有這次Deya 我想讓大家看看面部 Focus 面部 Deya 的眼睛 大家是否看到 其實它是有鬥雞眼的造工在裡面 比起上次超人Deya 那隻 這隻是做足了鬥雞眼 上次Deya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它的眼部的位置其實是純全白的 沒有鬥雞眼給大家看 即是在皮套裡面 皮靠眼圓裡面 去看外面的視角 那個洞洞的位置 這次做得不錯 至於可動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是Karsen 的動動 還有看到它的動動手型 動動方面 是可以點扭的 絕對不會覺得有問題 怎麼動都可以 絕對沒有問題 腳步方面 你想點扭都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它動動情況有點過分 很過分 跟上次Alphamax 力加 動動和扭動方面做得不錯 頭部的動動 抱歉 頭部動動 這次這隻好像有少少參差 頭部方面不是動得很厲害 真的不動得很厲害 腰部是動得很厲害的 其實也是 當然可以令到Dee La 做到很多很厲害的拳頭出拳動作 或者很多肢擺動的動作 都可以做到 然後就是手型方面 手型其實這次除了 它本身拳頭兩款手型之外 另外還有這個新手的手型 還有十字死光的手掌手型 然後還有Dee La的變身器 哎呀 軟了 先讓大家看看變身器 這次變身器有一個很有趣的玩法 就是它可以將變身器的發光位置 這個頂頂這個位置 收下去 當然收得下去也可以反過來 這個也是做到一個挺精緻的位置 做得很仔細 當然它這個面部雕刻的位置 都是做得很仔細的 然後就是Effect Pass 的部分 讓大家看看 這裡總共有三款Effect Pass 護盾Effect Pass 必殺四光和這個手掌 今次我沒有記錯上次 超人迪加的Effect Pass 其實都差無幾 它都是有手 然後連同Effect Pass 基本上你直接換了手掌 就可以插上Effect Pass 就可以做到要求 所以待會看到片尾都會有示範給大家 然後我想說一下這次的台座 台座方面跟上次超人迪加的Alpha Max的壁架 一樣 是有磁吸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吸進去 是一個很厲害的磁吸位 大家可以看看 磁吸其實我自己覺得是碳為觀止 它這個磁吸是很厲害的 當然啦 大家看看 這個磁吸除了被壁架放進去之外 其實變身器都可以有磁吸功能 加上這個座 然後把這個底座吸進去 就可以做磁吸的功能 跟上次超人迪加的做法很類似 都是這樣做整個設計 腳底部份是有磁吸的位置 好了 那我這次示範超人迪加的雀燈 我特意移近一點面部和胸後燈的位置給大家看看 首先把頭冊出來 看到我已經插了三顆磁型電 為甚麼我會事先插定 因為它太小顆了 我怕插得不好的話 可能會不會電 所以先插定 這三顆磁型電 按照說明書來說 就會是正極向那邊方向 這邊方向就是負極 所以記得這邊是正這邊是負 然後開著它 然後收回頭 然後 去到最重要的亮燈儀式 來囉 OK 亮了燈後看到它的眼睛和胸後燈 是穿了藍色燈和黃色眼睛的 其實整件事很漂亮 OK 為了更加明顯它的鏡頭 OK 我後面是拿黑色的背景出來給它 讓它的鏡頭是給它 讓它更容易看 在較黑的環境下看 容易看 然後如果你要它變成紅鑽紅燈 再多一下 它就會斬紅燈 它就會三分鐘夠時間計時 叮噹叮噹叮噹 然後 如果你想它斬快一點 基本上等它一會 它就會慢慢斬快一點 你看到它開始 它的速度會慢慢越來越快 大家看到嗎 看到它的胸後燈 是越斬越快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它的胸後燈是越斬越快的 那等到它差不多 它就會越斬越密 然後它就會自己關掉 如果你想它關掉的話 很簡單 再多一下 它就會 胸後燈和面部的燈 都會一起關掉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麼巧妙 OK 就是整個超人底拿的模型 那個燈的情況就是這樣 整個遙控器就在這裡 然後 你把底拿開著燈 藍燈 然後這個 它就會開始斬 基本上等它一段時間 它就會自己斬到五上 它就會自己停止了 那個斬紅燈 它會慢慢越斬越快 直到沒有能源 它就會直接關掉 所以才會冒進去 買到一段時間 你會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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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Alphamax的這隻超人蒂娜 跟大家開箱到這裏 最後就放了十字死光的姿勢做個Ending 其實蠻帥的 你想想它開了這個亮燈 然後再放了這個超人死光的姿勢 其實蠻有型的 當然後面其他這兩個效果 放進去變得更加有型 大家看到剛才我給一些鎖碎 即是給一些鏡頭擺設 一些姿勢的姿勢 大家看到近鏡位置 就看到太帥氣了 跟上次超人迪嘉尼比 這次DNA這隻是非常之好的 不過有一個不太好的問題 就是它的手 因為始終DNA這一個Effect Pass 好像有點重 所以令到DNA的手 擺設定位時間 就不能定太長了 我擔心它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這個手架位的筍有點短 不太好 但跟上次超人迪嘉尼比 都是那個設計 以及整個頭 以及嘴巴這個左 左磁級的設計是非常之正的 當然 這個腳步 大家有時候都會想起 超人迪嘉也好 DNA也好 這隻腳 即是任何SHA FIGURE 這隻腳未必有得咬 但大家看到了 整個手飄在第二處 其實它這個腳掌位置 是可以向上咬的 但大家留意 這次不是咬很多 據我所知 好像DNA SHA FIGURE 接下來是會咬多一點的腳掌位置 應該會比這次DNA DNA比上面面後皮的位置 有一點左近 崩緊了一點 令到腳掌位置不可以咬太多 但整體來說 整隻FIGURE都很好看 正的 好玩的 這集我先跟大家玩到這裏 它已經有時間叮咚叮咚 大家看看 準備它 準備斬燈了 只有三分鐘 在地球內生活 即是可以活動三分鐘 不止 三分鐘時間 盡快搞定它 這集我先跟大家說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 記得CLSS 記得LIKE SHARE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接下來我讀文節 都會跟大家搶這個 超人街亞的Alpha Max 嘩 死了 三分鐘 兩分多鐘就已經斬燈了 跟大家先開到這裏 因為下部影片之後 就跟大家開啟這個 超人街亞 還要是先行發售的Alpha Max 超人街亞 因為動漫節好像是派醜 拿兩天頭一百隻 每天頭兩天都是派頭一百隻 所以是先行發售的Alpha Max 超人街亞 和大家拿回來後 盡快開箱給大家拍給大家看 真的跟這個千人地加上次的差不多 OK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看影片再見 拜拜